2024年1月份的多伦多地产局的数据出来了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 看了有几个趋势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1月份的这个地产局的这个销售量 比去年2023年的1月份呢是增加了37%的 所以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为什么在一年过后啊 虽然市场还不是特别好 但是销量呢就猛增 这是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房型中间呢 郑屋Condo是跌了一点 郑屋呢大概平均是跌了8%左右 Condo呢平均是大概是跌了2.7%左右 这个是销售价格在往下走 但是我们看这个独立屋呢 它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在往下走 总共来讲呢整体的平均数字是2024年1月份 比2023年的1月份 这个平均房价是跌了1%的 这个1%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大家对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现在还没有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可以看到有部分地区有出现抢offer的现象 但是呢这个offer给的也不是说非常的高 最后成交价也并没有说超出很多 所以这一点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信号 就是说如果你要现在是卖房子呢 不要期待值过高 因为现在市场还没有完全的热起来 就如果你是买房呢 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砍价 但是比较好的地区呢 你还是需要跟别人去竞价的 但是这个竞价呢大家都比较保守 不会说一下子加个10万20万上去 所以就是over这个asking price是很正常 但是over market value呢 就我们就很难看到 加息的这个趋势已经是没有了 基本上来讲是不加息不动 或者有可能会降息 但是现在这个降息的这个信号 还不是特别特别的明显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反应呢 是完全是跟着这个央行来走的 如果央行说利息要加或者利息要减 那么市场就会反应很快 所以我们看到一月份增加了37%的销量 销售量在增加 说明买房的人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些数据呢给我们带来一个信号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买房 现在是可以进入了 而且呢价钱也不会被抢的很高 如果你喜欢的这个房子 对于卖家来讲呢期待值不要过高 所以现在就是整体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如果大家对这个多伦多的房地产的这个市场 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一些资讯呢 请大家单独联系我 如果想知道你现在这个区 房产的趋势怎么样 各种类型的房屋 买卖的情况 可以单独联系我 好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